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是我跟你说吃喝玩乐专家 神工人老心不老 而且你知道他的思想 我觉得就是他比我心 我甚至觉得我给他救 你说说他还是慕子美的粉丝 你想得到吗 为什么您会喜欢慕子美呢 也说不上喜欢 因为我的经历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 我是 我外国话只有俄语能看书 英语 德语 法语都学过可是都不好 俄语能看书 看俄语这书多了以后 我关心共产党共产主义阵营里边的一些问题 想得第三国界了 我很关心一个事情 我就是说 在共产主义阵营里边 很多最受的 最觉得要反抗专制统治的 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等等 往往是女士 而这些女士 因为她们受了几重迫害 除了民族压迫等等以外 她还受了性别的压迫 所以女士特别要求反抗 那么我还注意到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间 比如说碧电 三联书电 在四十年代 出版了不少书 其中就有好多 是关于宣传女性解放的书 有渊源 我不去介绍这些内容了 我介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 如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成立了苏联 苏联的克林林公的教育部长 当时不叫教育部长 叫教育人民委员 又兼外交人民委员 也就是外交部长 那是民众一词的 也是一位女士 叫柯伦泰 柯伦泰 柯伦泰 柯伦泰女士是非常优秀的 一个布尔斯维克的革命家 那么柯伦泰是主张新解放的 是吗 不但主张新解放 一个有名的故事 它有很多言论 有很多著作了 这个著作 很奇怪的 很多都是四十年代 中国革命过程中间翻过来的了 这个不去说它了 比如说叫三代恋爱等等 这个故事 有一个有名的故事 可以说给两位年轻朋友听 非常逗笑 他当时的男朋友是谁呢 是克林林公的卫队长 你想想克林林公的卫队长的地位多高 他的地位多高 两个人是一个 就用我们的语言叫非法同居了 可是因为公务繁忙 不可能找到在一起 于是两个人 那个克林泰发表了一个理论 经过十月 他认为杀王政权都可以推翻了 我们有什么不能够做的呢 因此我们要性的解放 性的解放呢 每一次性的生活 对一个男女来说 就像喝一杯白开水那么简单 刘先生我刚才喝 杯水主义吗 我刚才已经喝了你两杯水 不要隐身 大法 那么俄文这个词 中文就翻作杯水主义 叫做stangarnism 俄文叫做stangarnism stangarnism stangarn就是杯子了 后来加一个ism 我喜欢stangarnism stangarnism 那么就是杯水主义 他在十月革命胜利了没多久啊 他跟他的男朋友想到要去喝水了 于是两个人就离开了工作 十几天去喝水去了 到高加索去喝水去了 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两个人去喝水 喝了十几天水回来了 回来都水肿了吧 你说这个十月革命胜利了 百费带心各种事情都要做的时候 那个部长跟那个克里蒙公的卫队长 那么就走了十几天 也没看见了 忽然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俄共中央委员会要讨论这个事情 要的 于是讨论的时候 那个非常接近的一位领袖 你们大概也都知道 就特罗斯基主张要枪毙两个人 那太严重了 对对对 照我的场子也认为应该枪毙了 最后这个报告送到列宁那里了 列宁还是更高了 列宁批了一句话 说枪毙太轻 应该给更重的处分 让两个人立即结婚 立即结婚 从非法同意变成合法婚姻 这是比枪毙更重的处分 有意思 我影响升级了 这故事太有意思了 怪不得你们当年国民党还骂我们共产共妻呢 因为我当年翻阅过那个列宁 这个关于悲水主义的一些著作了 所以我当时影响非常深 所以什么解放也不如悲水的解放 所以我形成一个观念 当一个社会走向开明的时候 别忘了女士们更要求开放 对而且 你社会从紧闭的状况走向开放的时候 这女士往往是最积极 广美现在支持我们共产主义了吧 我们是互算女性要解放的 言论可能有过分的地方 等等 你不能够歧视她 你不能够 你最多就像令营的主张 让他们结婚 结婚 我想应该是最顶级的成本 而且他说的这个 你还别说一个历史的故事 引出现在的一个话题 这两会呢 咱们也谈谈两会 你知道现在两会有一代表提出一个什么提案 也是为了女性 就是说应该是不是以后把非法同居改成无效婚姻 过去我们都说非法同居 这句话我就真是不懂 同居我知道 就是可能一男一女在没有婚姻的状况之下住在一块叫同居 为什么前面还要加非法 那表示这两个人是在犯罪犯罪中吗 对 根据我的常识判断 是从婚姻法以后呢 就认为同居是不符合婚姻法 非的是我们的婚姻法 咱们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当年就沈公讲了 两人非法同居 列宁说不要枪毙他们 更重的处罚 让他们结婚 成立合法婚姻 这个问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光美你看你对同居也是很 没有 深有感触 就是可以讲讲 这该怎么讲 对我来讲就是说 如果我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 如果我确定我要跟这个人结婚 在没有同居的 我们讲 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叫试婚 试婚跟同居 对我来讲是等同的 所以在没有同居或试婚的 这个动作之前 我想我应该是不敢去结婚的 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同居呢 可以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相同的 它也可以解决掉很多很多的问题 避免就是说 那你就说 好吧那咱们结婚了 就一一一 结果真的结婚之后 一住在一块 所有的问题爆发出来 所以实际是个很实在的问题 不是个会应会到的问题 就像我 我常常人家讲说 什么什么样的化妆品 保养品好用 我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拿试用品 试用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 那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的皮肤 对我好用的东西 对我的皮肤好的东西 不代表对你的皮肤也好 所以一定要试用 好 你看你这 其实照照 我觉得还是传统了 你是把这个当成试 试试 为了婚 那要根本不婚呢 我就是同居啊 我有个很深的印象 我爸当年出差 去澳大利亚 回来跟我说 看见夕阳景了 说一对夫妻啊 都是老工程师嘛 他们都工厂的 他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 俩人都过了几十年 已经六十多岁了 说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了 但最后才知道没结婚 还生了很多小孩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世界上有这种事情 那当时我爸也觉得很惊喜 说是同居不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呢 他就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 甚至可能我也觉得 就应该这样 不是很多老外这么做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结了婚之后呢 要离婚的话 会有财产的问题 不问我总是一条 始终我接受了 刚才说的这观念以后呢 我总觉得 对于男女的这些问题 要比较主张宽容 所以呢 最近不是社会上 这个社会学家 我们这里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 李银河女士 她的丈夫是非常有名的作家 已经过世了 王小波 王小波 这两位李银河女士 我都很尊重 而且都是我的作者 尤其是王小波 可是李银河最近提出了一些观点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甚至于据说 有很权威的方面进行干预 那我本人觉得 李银河只不过是说 类似刚才说的 同居啊等等 那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没有说是提倡 可是现在实际上在这里容易 把他的理解就变成提倡了 然后就进行道德的谴责 我当个播音员 他在李银河在2月6号 发表一个我的最新决定 我想念 因为我觉得很值得念 就是审公提起这个话题 李银河说 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矛盾 早就听到人们批评犬儒主义 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 在几年前就批评过 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 可悲的是在中国 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现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 他有领导 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 希望我闭嘴 其实我们领导也认为 我的话题没什么政治敏感性 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 可是即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 说了几句话 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 这括号就是可能有人跟他们领导 就跟我们领导说一样 你怎么能 怎么能让你们的人说这个话呢 那这个压力 所以我的最新决定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也许是永远 我决定 第一 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 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 因为他太打扰我的生活 也让领导为我承受压力 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 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 不对 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 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 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 到历史应该改变的时候 他会改变的 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 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我觉得这段话让我真是心有栖栖焉 全如就是在一种压力之下 在一种专制的 然后采取了一种中文说的避世的态度 避开避世的态度 或者不说话 最主要的表现 我这不是研究哲学的 这是古希腊哲学的概念 我只不过是知道这个词而已 那么或者是采取 多半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或者是采取开玩笑的态度 像我很喜欢跟德文桃说起过的恶搞 就是属于这种态度 你可以 我不正面讲 我可以恶搞 或者叫误搞 把事情搞乱 这都属于潜如主义 那要照这么说 我就是天生的潜如 我就是天生的潜如 就是说尽量别招惹是非 尽量别躲到自己的个人生活里 你能这样宣布吗 你能这样宣布的话 我如果是你们电台的老板 我就提拔你当总编辑 为什么 因为你的态度太好了 你别看高美 听起来咱不太懂得潜如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经历过外界的风风雨雨 之后你会不会产生一种想避世的倾向 就是躲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东下雨春秋 其实我告诉你 他后面那一段东西 我完全就觉得 哇 与我心有栖栖焉 真是 真是一个所谓的 就是说他刚才讲说 他要放弃掉他的社会责任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在小心 我们不想去伤害任何人 我其实我的最主要目的 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给我们的观众 但是当你在做这个分享的同时 有些人受益 有些人觉得受辱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你只能犬如了 所以如果说我跟你讲 两个月之后我退休 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 只是我不会去 是 是 是 咱怎么搞的都 吹吹老蚁 好像他是年轻人 咱俩变老头老太太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 光门 还有魏静之言 其实我刚才听到他这样子一个言论 就是说他等于李英和女士 他对舆论 他低头了 那其实你想要 我们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普罗老百姓 也因为生活在这种舆论之下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同性恋的朋友 但他们结婚了 他们生小孩了 他们制造一个美好的假象 给他们身边的朋友看 就是说跟异性结婚了 是 他跟异性结婚了 他们生小孩了 传宗接代 生了一堆小孩 为什么 为了他的父母 为了他的所谓的他的家庭责任 但是他其实很痛苦 然后在这个痛苦之下呢 他还是要寻求他自己的性解放 那我觉得与其与其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假象里面 为什么你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你不能够把 怎么讲 就是还有我们这些旁观的人 不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那种特殊的眼光拿掉 其实他跟我们一样的 我常常就讲说 这些人就是上帝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他们把一个灵魂生在一个错的身体里面 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老觉得你说的事 其实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老有一种挺讨厌的一种倾向 就希望大家伙都一个样 你知道吗 你看最近他们都在说大国崛起 沈公这我是非常浅薄了 但是我琢磨一个歪理 我发现法国大革命 美国什么独立的时候 跟我们那个革命不太一样 为哪点不太一样 你看那幅画 自由引导人民 对吧 法国那个 有大学生 有小孩 有商人 就是说咱们以为是我们所有人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牺牲了个人 不谈个人 我们去拼命去牺牲 其实我明白我错解 可能是 我觉得他美国法国这大革命 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 我是为了我自己 只不过咱们的利益共同了 要把这皇帝推翻 所以咱打他 打完了 咱还是人身而平等 保护的是个人权利 我们从一开头 就不主张讲个人 你个人是可以牺牲 全是集体 一个模子的 包括生活 你看 都是这样 而且就是 所以现在就变成 谁一提出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就觉得 你想提倡我们大家伙 比如 李英和 是同性婚姻 你想提倡我们大家伙 搞同性婚姻吗 会有这么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成功 几十共产主义的很多先驱者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了 我记得有一位德国的一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里边就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里边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位领袖 理论领袖叫Auguste Bebel 这Bebel写过一本书叫妇女社会主义 这本书谁翻译的呢 夏宫翻译的 沈端县 夏宫翻译的 在四十年代就在开明书店出版了 后来五十年代三年书店又继续出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我印象最深了 这个就是说 让世界上的工人和女人都解放吧 哎呦还专门把女人提到这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工人解放了 没讲到 看看你们对女人做了什么事了 做什么事 我们共产党主张 你应该我要策反你 你干脆加入我们党吧 你看我们党多重视女人解放啊 是不是 所以我已经很早就已经自我解放了 所以我 但是不敢观看 你们贵岛的何春雷教授的话 我很受震动啊 怎么讲 这以后啊 这句话我老头能说吗 容许我说吧 说就当然了 那句话就叫 您要心高潮 不要心骚扰 好好好 这个话说得好 这个我 大家以为我是一本正经的 我还抱歉 您不大像 我当过这个出版社的领导 我们叫第一把手 什么党委书记之人 我都当过 可是我刚看到这个时候 我还有择务在身 我不禁不怕手交好了 根据我的这个知识 根据我对妇女解放的知识来说 这以后呢 已经打到冒潮了 这里又有一位女士 叫莫志梅女士 她又提出了很多理论 她在网上 她一个网上 不断地讲自己的 性经验 大家都觉得洪水没门手 这个书也不能出 后来我爸这个书不能出 我怎么办呢 我找 我还有一些权利 我找人复印了多少本送人 送给 没关系 都送给七十岁以上老头看 这些人不干坏事 那不是给他们添读吗 我们这个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可是可以看了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年轻人现在在做什么 对不对 光美喜欢选功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潮 应该说 作为思潮来说 不是 是进步的思潮 对吧 这个对我们 共产党来说很重要 progressive 你必须肯定它是progressive 而不是一个 所以这么说 共产党其实追求个人解放 个人自由的 最重要是 沈公刚刚还讲说 他复印了那几十本 还有好几本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所以我肯定被 是 菲犬 是 冷血 是 冷血 冷血 寂寄